未來go我們一起看天氣好冷 今年入冬以來第一波的寒流影響台灣 那入夜越晚是越冷 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這個濕冷的感覺會持續到禮拜一的清晨 一直要到禮拜二開始會慢慢的緩回溫 慢慢的水氣減少 不是馬上喔 可能完整的話要到禮拜四禮拜五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那目前呢其實強冷空氣直接往南沖 那剛好呢中程有一些水氣從華南移出 所以兩個系統呢不斷在台灣附近交會喔 就是在一個這樣不一樣的系統 所以你會感覺到濕或冷 這個兩個是不一樣的交會而成的 所以台灣這邊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概呢一直持續要到禮拜三禮拜四 才會慢慢的轉乾 冷空氣也才會減弱 當然啦最低谷喔 就是在禮拜天跟禮拜一的時候 請大家注意 不過好消息呢是下個週末228連假應該是好天氣喔 所以這幾天呢台灣各地呢 其實西半部都是容易有雨的喔 而北部呢還是比較多喔 北部間歇性的時間會比較短暫 這個雨呢會持續一直下喔 低層是吹的偏北風 中層呢是吹著偏 等於是雲帶的往東移喔 然後有一個交會所以冷空氣呢其實是真的還蠻強的 你看這樣的不穩定的天氣會持續到下禮拜你看會降雨的 區域呢就看得很清楚喔 其實西半部大致上都有 高雄屏東少一點點喔 各地都是容易有雨的天氣 所以下禮拜呢其實都是這幾天都是不穩定 所以一直提醒大家要心理準備 這個時候就是要想起 之前也有好天氣過的喔 谷底呢是禮拜天到禮拜一的清晨 接下來呢會慢慢的回溫 各位有沒有看到到禮拜五的時候就可以期待了 16到19度喔 這個大家已經很習慣了這樣的溫度 可是 跟這個相比落差在北部還蠻大的喔 那中部呢也一樣喔有10到12度的這個低溫喔 這個中部也是很低溫要注意一下 接下來慢慢的到下禮拜會回溫 南部呢沒有像北部那麼的這個冷 但是空旺地區還是要留意一下15到18度 所以冷的還是真的很有感 所以今天呢 晚上呢要注意一下 各地都容易有雨 那北部就要嚴防低溫 明年清晨的這個低溫呢就要注意 10到13 10到12 10到14 你看 這個溫度呢真的很低喔很低喔 南部來說的話也很有感喔 請大家特別注意 有10度的話 這個就代表是真的會冷到的感覺喔 所以 這樣的環境呢對身體 都是一個環境的壓力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注意年長者的健康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我們有 Bible關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